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再问你 那7月到现在闷还在吗 我要提论之后现在没有了 啊体力怎么样 体力一直在进步 现在来这里也应该进步更快 你观念要看 也就是我每个礼拜天直播 9点到11点 所有的影片都要看 然后都可以回播 所以癌肿瘤那一篇你更应该看 然后你有时间还要看医疗与保健那一篇 因为那里我有讲饮食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 这一篇再看完再给你一个重病处理 这三篇最为重要 反正你现在也不去西医了 也不做检查了是吗 要讲什么 暂时不做什么 暂时 所以我发现你观念是不清楚的 西医不可能找出病根 它是从你的腹闷闷的 再找出体内是有病 另外一种病 还是另外一种问题 但那个问题跟你腹脏是没有相关的 如果说有相关你腹部闷闷的 它检查出来是胰胀癌 现在胰胀癌还在 你应该肚子还是闷啊 但你现在越来越不闷啊 对不对 那就代表你的腹部的闷 跟你的胰胀癌无关 对吧 所以它找出来的 说你腹部闷 所以它帮你找出一个胰胀 它找出一个不相干的东西来 然后它又要治你的胰胀 你之前就有癌症 因为癌症瘤不可能你检查的时候 突然间它长出来 它一定形成很久 那你腹脏又最近才出现的 那它又潜伏那么久 标志那很早你就应该腹闷啊 你也没有 那又更证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这两年来就是胃口不好吃了 胃口不好我跟你讲 你的问题出在 你的体相没有解开 真正的疾病之因西 是不可能检查出来的 那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观念不清 因为我问你 你还要去检查 你说暂时不检查 表示你还想去知道 如果有胰胀癌 为什么还要检查 就是准备再做化疗跟手术 我不是要检查要去治疗 要检查我 癌子数没有这样高 那你这样就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不管癌子数高 或癌肿瘤转移或是种种 它唯一就是让你信服 我照出来或检查的数据 来说服你做化疗 要不就手术 只有这两个 另外当然还有电疗 所有的检查就是为了做这一步 如果你不做这一步 所有的检查都没意义 癌肿瘤它是属于异常形态 异常形态不外就是老 不是病喔 它跟症状我刚刚讲的 你腹脏是病没有错 但癌肿瘤不会让你腹脏 它没有症状那就是老啊 你身体你可以看出你的老跟病吗 你脸皮皱是老还是病 你肚子脏是老还是病 那我告诉你 你从生下来 身体所有的变化只有两种 变老跟变病 然后慢慢再死亡 吸用仪器看到你体内的所有东西 是不是跟体表一样 不是老就是病 如果会让你不舒服的 或是里面有破皮流血 你看得到的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病 但头发白不会让我痒啊 也不会让我痛啊 也不会让我闷啊 也不会脏 所以头发白你就说它是老 癌肿瘤它是一个异常形态 或是癌指数它是一个异常指数 那异常指数是抽象的 会不会让你不舒服 不会 它抽象的嘛 癌肿瘤会不会让你不舒服 不一定 如果不一定 你说有时候会让你不舒服 好 那你脏的时候来 我帮你解症 癌肿瘤还在不脏 那在就代表它跟你无关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怎么按 它都不会解症 那就代表真的癌肿瘤 是疾病之因嘛 那它既然在你的那个痛 就应该24小时都在痛嘛 因为它一直存在 让你一直不舒服嘛 但如果不是 有时候痛 有时候没有 那就代表不是它 然后我又人解症 那就更证实 它不会让你不舒服嘛 但你们被西医吓死 要不然胰胀癌 其实它不会死的 但胰胀癌却是癌中之亡 等于去给西医治疗恢复的激励 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为什么它没办法治疗 因为它在深层 那深层 它就是老 你干嘛去管它 它不会死 但是你病了 热能不足了 才会病死 那为什么胰胀癌会死那么多人 就是切啊 割啊 然后化疗啊 最后人奄奄一洗就死了吧 是这样才死的啊 不是癌肿流浪你死的 那你知道检查就是为了割 跟给你毒药 那为什么你回答我 是暂时不去 那以后还要去 身体体内的检查不外就是老跟病 那病了难道你会不知道 我哪里不舒服 身体比仪器还要敏感 它一定会告诉你 那老它没有感觉 所以西医一去检查出来 大多是老 因为你体表 你自己分得清楚 你说这个是病 这个是老 你还会分析 体内的 因为你从来没有看到 现在西医说是病 你就说病 说会死人 你就说会死 说他也不会跟你说老 什么他都要死 等于变成他是发以前 本来我们是有智慧 我们是相信我们的身体的信号 结果你现在 已经迷惑了 你相信仪器 冷冰冰的 再也不相信身体 你根本没有什么病 在我看法 是死不了 最后会死 一定是没有体力才死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观念不清 然后你如果有症状来 我马上立刻解给你看 然后他如果运动的那些新陈代谢 其实癌肿瘤有时候也会消失 他如果腹部这里痛 对过来一定在背部 你看 这里就在棘手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痛点 这就是疾病之因 比仪器还走 那你说他会瘦 会消化功能不良 那就是由这里引起 一开始就是这里 那就是这一点痛是吗 对 这个就是他高方痛的原因 上背平下 动作比较上背平 起来现在比较快 是灵活了一点 应该也会舒服一些了 那就证实我说的嘛 他癌肿瘤现在还在 但我觉得他就轻松了 所以这里的难受 跟你的胰臟癌都无关系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一般现在癌症的太多了 但一旦被检查出来都很害怕 像胰臟癌制衣力又非常低 西医他们也都会用尽各种办法 那问题这个患者他本身已经放弃化疗 因为他觉得化疗他身体受不了 但是很奇怪他既放弃化疗 又要再去仪器检查 西医叫他要定期追踪他也想去 那就不对了 因为检查出来不就是要化疗跟手术吗 你既然不要了 干嘛还要去检查 那个是没有意义 何况检查出来也不是疾病之因 都是果 不管是属老还是属病 还是属果嘛 所以患者常常在我看法不是死于癌肿瘤 大部分是下死 要不然就是做了很多破坏身体 让身体慢慢体力消耗 然后热能也不足 最后才导致死亡 所以这个蛮可惜 所以 癌肿瘤 一般都是观念问题比较大 像这位患者 他顶多就是偶尔肚子痛嘛 然后以这个年龄来看 他体力还算不错 所以观念才是最重要 如果你不让患者观念清楚 一开始肚子就把它结症 他下一次还是会去稀嫩 再做检查 那万一又检查出来 甚至患者还会误会 表示那你治疗的 让我癌肿瘤越来越大 甚至对你有一些不谅解 都有可能 所以我都会跟志工讲 最好像得到癌肿瘤 你一定要跟他沟通 然后要讲清楚 实在他也不相信 也不看我们影片 那如果是这样 那也只能祝福他 我们也不能勉强 那也尊重他的决定 如果患者愿意配合 那我们积极再帮他 我相信这样才可以做到很好 好 那这一个胰胀 将来我就补充到这里 感谢观看 by bwd6